大家好,今天聊一下犹太人,共济会,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 犹太阴谋论的起源是非常早的 真正大行七道并产生巨大的影响是西安长老会议基要 西安长老会议基要这本书产生自沙俄 从沙俄流传到欧洲大陆,在整个欧洲大陆大行七道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看西安长老会议基要 会发现这里面对世界的预言是极其精准的 一百年后的世界基本上都是按照西安长老会议基要的预言在发展的 世界的发展居然如此的精准 油管上有各种各样的预言的up主 有喜欢讲外星人的,有喜欢讲印度男孩的 有喜欢讲推背图马贤克的 不过这里面牵强附会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推背图后世上有很多版本的修改 可是西安长老会议基要它最初的版本就摆在那里 它是没有被修改的 可是我们回看真的太准了 所以犹太阴谋论在今天就是更加的兴起了 因为西安长老会议基要所描述的一切 在过去的一百年真的是完整的发生了 可问题是西安长老会议基要它也是一本抄袭的书 这本书原本评判的是资本家 封建贵族,还有政治家族以及犹太资本家 这多方势力结合在一起 控制了整个世界,主导了整个世界的秩序 然后从哲学,从资本的发展的角度上 推演了未来一百多年的世界的发展 所以西安长老会议基要篡改了原本的文字 把它变成了犹太的阴谋 事实上最先的版本,它是政治家族 封建贵族,也包括犹太金融家 包括资本家等等是这些人相互结合到了一起 共同推动了这一切 如果真的有一个阴谋论的话 那显然不仅仅是犹太人单一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 都系统的阐述过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当然,马克思阐述是针对黑格尔 以及黑格尔的徒弟 叫做鲍威尔写的 叫做论犹太人的问题 我先简单说一下 事实上呢,黑格尔也写过普鲁士教会 基督启示批判录 还有基督教福音书等等的一系列的批判 批判的是基督教的东西 他的学生鲍威尔也写了一本书 叫做犹太人的问题 犹太人的问题呢 里面系统的阐述的 还是犹太人是在被启示的 基督教应该放弃他们处于宗教偏见 对犹太人的歧视 但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 马克思开篇就说了 这个犹太人让基督教放弃他的宗教歧视 可是犹太教本身对基督教就带有宗教歧视的呀 犹太就所信奉的塔木德 或者说是旧约 对犹太之外的所有的民族都是歧视的 你觉得基督教在歧视你 但是你也在歧视一切的民族 同样基督教也一样 基督教觉得塔木德在歧视我 所以我讨厌犹太人 可是基督教你也在歧视非基督徒 他又阐述了这个穆斯林等等 你们也都在歧视别人 所以啊 你们总想让别人放弃对你的歧视 但是你从不放弃对别人的歧视 所以马克思呢 从犹太人 从这个犹太教扩展到其他的宗教 其实的根源还是来自宗教 但是这些宗教呢 就是自己歧视别人 又让别人放弃对自己的歧视 所以马克思啊 说这个根本的问题啊 还是所有的宗教都要把宗教放弃 首先放弃的是宗教里面 对非宗教徒的歧视 然后呢 是放弃整个的宗教 但是你光放弃宗教不行啊 因为这个歧视啊 还有很强的积极性的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 这个马克思呢 先从根子上论述了一下犹太人的问题 他说呀 德国的犹太人的问题啊 主要发生在18世纪末 当时啊 德国沙格 瓜分了波兰 波兰呢 住有大量的犹太人 一瓜分波兰啊 导致德国的犹太人 数量迅速变多了 迅速的超过了法国 奥地利 还有意大利 同样的沙格呀 也有了大量的犹太人 那么作为德国呀 以德意志单一民族为主的国家 突然有了这么多的犹太人 对吧 这个民主的冲突啊 宗教的出突显然就要产生了 这个矛盾呀 就已经酝酿了 早晚要出大事了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啊 距离希特勒呀 还有接近100年的 对吧 到希特勒的时代 真的呀 就出大事了 所以马克思说呀 双方不放弃 彼此之间的宗教歧视的话 这个问题啊 肯定会越居越大的 同样的 马克思也讲 对吧 这个德意志啊 虽然是单一的民族 但是你的犹太人是哪来的呢 是你瓜分了波兰 是你抢占了别人的土地 本身这些犹太人啊 其实在德意志 你就是容不下他 对吧 所以到底是 犹太人破坏了你的单一民族呢 还是你去瓜分了波兰呢 所以德意志人啊 你也要讲讲道理 那么在17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犹太人 对吧 遇到了各种的问题啊 遇到了各种的歧视等等 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处事方式 消除自己于周边民族的隔阂 同样的 有大量的犹太人啊 开始赶松了 赶信基督教了 因此呢 在1791年 法国开始了一场叫做 解放犹太人运动 紧接着呀 拿破仑 统一了德国 占领了德国 那么解放犹太人运动呢 也传到了德国 但是啊 后来拿破仑失败了 拿破仑撤出了德国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啊 又觉醒了 对吧 那么犹太人的地位啊 就越来越尴尬了啊 随着这种越来越尴尬的 犹太人的地位啊 犹太人被迫害 就是早晚的事情 马克思呢 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论断 那么马克思呢 就详细的阐述了 德意志呢 开始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啊 有不允许犹太人 担任政治的职务 不允许他们担任官员 但是少数的犹太人 凭借着他们聪明的理财的才能 成为了德国的宫廷的犹太人 被德国的德皇 包括德国的上层阶级 所利用了 因为他们有出色的理财能力 而犹太的这种理财能力呢 是来自他们放高利贷的历史 所以马克思说啊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 犹太的高利贷的基础上的 只不过呀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对吧 犹太呀 从封建社会的高利贷 变得更加高级了 也就是银行啊 证券啊 等等的这些系统 银行啊 证券啊 等等这些金融系统 对当时的德国 对吧 不管是德皇 德国的贵族来说 对他们恋财 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啊 对这个国家的财政呢 也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基督教啊 是不允许放贷的 不允许有利息的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不放贷 不借贷 不产生利息的话呀 生产是不可能再扩大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啊 犹太人的作用呢 就凸显了出来 那么犹太呢 更多的成了一种工具人 而且当时啊 犹太的分化也是非常激烈的 这个宫廷犹太人是非常富有的 享有很大的特权的 但是中下层的犹太人啊 依旧是处在赤贫的 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困顿的 这些对吧 服务于宫廷的这些宫廷犹太人呢 渐渐的呀 就会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所谓的组织 当然这个组织啊 不仅仅是犹太人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计会 这个共计会啊 不仅仅是在德国 在法国 在奥地利等等 都是存在的 是的 马克思提过共计会的 但是对吧 把共计会啊 单纯当做一个犹太人的组织啊 是错误的 对吧 他还系统的论述了一下啊 这个共计会啊 最开始是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一些所谓的兄弟会 当时对吧 欧洲的高校里啊 都有一些兄弟会的 最开始兄弟会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组织 但是慢慢的 他就不单纯了 兄弟会里的人啊 以兄弟相称 对吧 甚至衍生出了姐妹会 以姐妹相称 但是你不要觉得 他们互称兄弟姐妹 他与你就是兄弟姐妹 是不一样的 他的平等 他的兄弟姐妹啊 是仅限于他这个团体当中的 而他这个团体呢 是有门槛的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到他这个团体当中 所以啊 这个团体呢 渐渐的就演化成了 是对吧 包括犹太资本家啊 不对啊 犹太金融家 包括欧洲的资本家 欧洲的封建贵族 包括欧洲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新贵 也包括呀 这些时刻的等待啊 时代的跃迁 因为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 占据了新的生产资料 或者是啊 掌握了新的生产关系 正在崛起的这些新贵族 对吧 包括老贵族等等 不管是新贵族老贵族啊 他们都是贵族 包括金融家呀 等等 他们是地位相等的 所以啊 这是一个对吧 资产阶级啊 包括老贵族的联合体 这个共计会 所以啊 你不能单纯的把它看作是一个犹太人的阅谋 犹太人的联合 这里面犹太有犹太人 但归根结底 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同样的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 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啊 是建立在 对吧 犹太的高利贷基础上 那为什么产生这个呢 就是德国呀 在对吧 对犹太人出了一系列的啊 你说歧视也好 限制也好 不许他们当官 不许他们从事手工业 不许他们拥有土地 他们呢 只能去从事商业活动 或者是从事高利贷 这个时候啊 就产生了犹太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从某种角度说 犹太人通过犹太人的方式 解放了自己 但是啊 解放自己的同时呢 又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这个时候啊 金钱就主导了犹太人 所以啊 马克思说发展到这一步了呢 那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了 而是金钱的问题 当金钱越来越成为 这个社会的秩序的时候啊 人们呀就开始追逐金钱了 这样呢 对吧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就变得越来越差了 最纯真的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逐渐的变成一种金钱的关系 对吧 那么这个社会的关系呢 也建立在以金钱为基础上的 各种的阶级关系啊 他也说了啊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会因为财产 对吧 分出等级来 虽然看起来是平等的 不管法律如何说你是平等 但是因为财产 你分出等级来了 而且人和人之间呢 会互相的提防 互相的猜忌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呢 这些啊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或者说啊 是金钱主导这个社会的特点 也就是犹太人啊 给欧洲啊 带来了资本主义 对吧 他也打破了欧洲传统的社会关系 对吧 那么金钱啊 通过犹太人 已经主导这个世界了 渐渐的金钱 主导了整个的欧洲 那么犹太的这种生产关系啊 对吧 或者最开始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啊 他和基督教是冲突的吗 对吧 你譬如 你现在啊 这个穆斯林国家啊 就不允许出现银行的 那后来让了让步 允许出现银行 但是银行又不能出现利息 现在又让步了 允许出现利息 但是啊 他会采取其他的形式的 那么也一样啊 像中东穆斯林 早期啊 欧洲的这些基督徒 也是一样的问题 他仇视这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社会啊 要发展资本主义了 他又不得不采用这些东西 所以就这么尴尬了 就这么纠结了 所以他一边享用着这些东西 另外一方面呢 自然要找一个背锅的呀 犹太人啊 就成了这个背锅侠 就成了这个白手套 本质上 对吧 这个就是 对吧 犹太带来的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呢 就开始金钱 主导着各个社会了 那么犹太通过资本主义 或者通过金钱 带来的这些东西 逐渐的主导这个社会了 这个社会呢 越来越分出阶级了 阶级性呢 已经越来越强了 对吧 当然 马克思认为啊 这不仅仅是阶级的问题啊 归根结底啊 就是金钱的问题 不看到这背后的金钱呢 对吧 你就看不到啊 这个真正的东西啊 所以归根结底吧 既然谈到金钱了 那就是一种金融的扩张 对吧 其实他也谈过 我以前也说过 马克思也说啊 那么 对吧 这个金融 对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啊 其实社会的进步 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金融终究是扩张的 在本国扩张结束之后呢 它就会向外扩张 向外扩张啊 就产生了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的本质啊 也是金融扩张的 另外的一种形式 就像我们国内很多APP吧 它在国内高速增长 占领国内市场 很好 对吧 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 这个社会蓬勃发展 那占完领完国内市场呢 它就要去占领国际市场 如果国际市场占不了 那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呢 那这个时候啊 对吧 大家都觉得不好了 为什么呀 因为各种剥削就来了嘛 就像前些年啊 大家都喊马云是爸爸 这些年呢 大家都不喜欢马云了 对吧 马克思还有很多哲学上的论书啊 包括对形而上的批判啊 这些我就不说了啊 而罗兹差尔德家族呢 其实是一个犹太人的联合体 这些犹太人呢 都是早期的宫廷犹太人 他们服务于宫廷 帮助勾廷 通过放贷呀 或者通过其他的金融手段 进行敛财 同时啊 解决财政问题 可是这些手段啊 民众是不满的 有的时候啊 为了平息民众的愤怒 所以又拿犹太人啊 出来祭祈 但归根结底 这些宫廷的犹太人啊 都是这些贵族老爷们的 白手套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的 进一步发展啊 不管是银行啊 对吧 银行本身就是一种放贷的集团 包括股票啊 金融啊 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犹太人呢 继续承担着白手套的使命 但是啊 他们也拿到了平等的地位 所以渐渐的啊 就形成了一个联合体 这个联合体呢 就是罗斯查尔德家族 它遍布着欧洲的各个地方 但是啊 这个联合体啊 可不仅仅限于犹太的资本集团 所以啊 恩格斯呢 在他的家庭 私有制 还有国家的起源当中啊 也进一步的说了 对吧 其实罗斯查尔德家族啊 只是这个联合体当中的一部分啊 这个联合体啊 还是那句话啊 它是从欧洲的封建社会走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啊 除了犹太的金融家 还包括呀 这个欧洲的老贵族 对吧 还包括欧洲的新贵 也包括欧洲的这些殖民集团 譬如我们熟知的东印度公司 本质上呢 它这个贵族的联合体 这个贵族的联合体啊 或者上层社会的联合体 所以呢 恩格斯又指出另外一种矛盾 这个社会啊 到底是横着切 还是竖着切的事情 呃 譬如吧 这个德国也一样 真正煽动反犹太的呀 还是德国的这些白人右翼 主要是 荣克老爷们 但是啊 荣克老爷们和犹太的 大资本家 大金融家 是非常友好的 他们会时刻握手的 他们一起参加共级会 他们一起出级高级宴会 同时啊 他们的子女会互相通婚的 对吧 不要觉得呀 这个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之间 会因为宗教的一些因素啊 影响他们彼此同婚 不会的 要么对方皈依对方 要么对吧 就是说呀 要么呃 信基督教的啊 皈依给犹太教了 要么信犹太教的皈依给基督教了 这个时候啊 就像马克思所论述的 彼此之间呢 其实已经放弃宗教了 宗教只是一个形式了 更多的是资本的联合 比如我们看川普啊 伊万卡 对吧 嫁给库什纳 伊万卡呀 就皈依犹太教了 同样的 很多犹太教的 对吧 犹太资本家的女儿啊 嫁给了这个白人的贵族啊 她也会皈依基督教 这个例子比比皆失啊 其实和恩格斯时代的产数啊 大体是差不多的 就慢慢的呀 阶级的社会已经形成了 同时啊 这个社会到底是横着期 还是竖着切的问题了 那你就看吧 不管是这个白人老爷 喜欢煽动反犹太 其实犹太呢 也会在自己的社区那样煽动 反对白人 反对基督徒的 可是这些真正煽动的人呢 他们彼此之间 对吧 却是你能我能的啊 甚至互相通婚的 那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掩盖真正的矛盾 用这种竖着切的社会矛盾呢 导致这个社会啊 天天无休无止的争端 但是这种争端呢 对吧 随着近代文明的兴起 对吧 你谁也不可能对谁进行种族灭绝 进行种族屠杀呀 都不可能的 只能啊 彼此摩擦不断 争斗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呀 这个上方老爷们啊 才能永享安逸 才能永远啊 过着幸福的生活 当然这个恩格斯没想到啊 呃 在一百年后出了个希特勒 但是希特勒吧 只是历史的一瞬 嗯 其实到了今天啊 这些东西啊 其实还是非常适用的 还是非常适用的 那好了吧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对吧 呃 这个国内的犹太阅谋论啊 简单提两句啊 最早啊是核心 对吧 核心啊 这个人 哎呀 只能叫他是何老怪吧 我 我大概很小的时候啊 就看核心的东西啊 譬如希腊维使论 核心论证 希腊历史都是假的 基斯坦啊 是拿破仑伪造的 对吧 包括犹太阅谋论 可是核心呢 喜欢搞这些东西啊 但是核心呢 又有了很多 很多的论述 其实是 对于日后的世界的判断 又是非常精准的 我觉得和核心的经历有关嘛 因为经历过文革 没有经过系统的学术教育 那么他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的啊 所以有一部分东西呢 学的是 学得非常的好 但是有一部分东西呢 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后来就是送红兵的 这个货币战争啊 货币战争啊 是在搞金融的 对吧 谈银行的啊 那么把这些东西呢 更多的也归到了 这个罗斯查尔罗家族 近些年啊 网络上兴起的 譬如继续者账富 或者VAX VAX啊 已经被封号了啊 继续者账富呢 对吧 已经越来越没有影响了 因为不管VAX啊 还是还存在的 继续者账富啊 这个反犹太啊 最终一定会论述到 马克思是犹太 列宁也是犹太人 对吧 这个毛泽东啊 也和犹太人关系密切啊 最终得到中国被犹太人控制了 总会得出这种旗台怪论的 不过继续者账富啊 始终是这种旗台怪论 还没有被封啊 也挺有挺挺有意思的啊 那其实最开始啊 这个轮子呢 早期啊 对吧 这个气功李 后来啊 这个李大师啊 去了东南亚 不知道从哪接受了 这个基督教敬会的东西啊 基督教敬会主义的东西 然后把这套犹太阴谋论呢 都搞了进来啊 最开始呢 那好了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下一个视频嘛 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西安长老会议纪要